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两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3.5% 符合市场预期 至于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就增加2.4% 固定资产投资就升5.5% 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更好 单计二月份零售就安月微跌 不过工业就升0.12% 固定资产投资就升0.72% 至于商品货币欧元就在67尾仙水平上落 而最新是报67.04尾仙 我们今天视像连线嘉宾潘国光 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汇视的事况 阿Fix你好 你好 见到内地二月份零售数据按月又回落 首两个月的工业都差过预期 你担不担心内地的复苏就没有预期那么快 还是观望五一假期经济又可以加快增长先呢 我想一月和二月之间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农历年 今年是一月份 所以一月份的消费可能比较活弱一些 但如果你看按年两个月加起来 按年的变幅都是挺理想的 百分之三点多 以及沽头的按年的增长都是挺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体的数字 没有什么特别改变到中国 由第一季因为经济逆后 複常那种增长的形势 我想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仍然是一个慢慢逐步复苏的过程 所以第一季的增长 我觉得会比起去年全年的GDP平均 大概百分之三的增长 已经是会高出一些 所以第一季的按年的增长 可能有3.5%附近 然后去到第二季的增速 才会明显进一步加快 因为大部份的疫口开放複常 真真正正是会在第二季才发生 所以我会觉得第二季的增长 可能会去到百分之五 甚至乎以上 就是比起上年的第二季 所以上半年我觉得整体上 要达到5%的增长 应该不难的 那这个问号就是说 不明朗的因素就是在下半年 因为始终你整体的经济运行 都不只是看自己本土的形势 还要看歐美 现在讲的是欧洲或者美国 都有一些自己的金融事件 或者他们的息口还是进一步上升 所以我看欧美的形势 如果出现一个很严峻的 譬如衰退 那中国自己的内需消费等等 都是正常增长的话 那今年全年达到5% 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机会的 明白 其实见到内地那边都加买MLF放水 不过见到利率就没有变得 对于这个货币政策的取向 有没有一个启示在那里 还有问人民币那边 你觉得短线来说 要看什么因素 还有怎么看人民币 短线的走势 我想因为欧美仍然是一个 偏高通胀 息口加息 还未完全完结 所以我想人民币 可能都不想用一种 叫反向的 譬如减息 或者都不想特别 在人家加近食的时候 去做减息 所以可能会比较依赖多一些 就是那个流动性措施 就是确保一些中长期的借贷 甚至乎一些短期的续债 是可以正常运作 也都是足够运作 无论是在一些防市上的 按揭的贷款 或者是一些企业续债 企业法债的运作 是正常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未必一定要 依賴到要去减息 因为经济现在是稳步伏常的 除非经济突然跌回到一个 叫做減慢增速的情况 它需要去减息去刺激 如果经济现在已经正常 是在加快增长 我就觉得它就 給了一个流动措施 就会去取代利率措施 说到人民币的走向 我觉得有几大因素 就是说外围的因素 特别是美元的因素 以及日元的因素 都要留意 因为日元在阿泰区 都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如果日元有很大的变动 人民币都会参考的 第三当然就是中国自己本土的经济 以及政策的因素 首先美金就是说加元息 可能应该这么说 逐步加元息这个前景 应该是挺明朗的 可能未来到年中交多两次 一、两次 可能就去下半年 就算不减回头 都可能加不到 所以我想美金指数本身 就是说在115的高位 跌到去101附近 现在反弹到去106附近 下回来104附近 我觉得未来的时间 可能是103附近106附近 103附近106附近 这个区间 幻行一段时间 就应该在106附近107附近 这些位置应该是见了 这次反弹的顶 人民币对美金 或者美金对人民币 我觉得再上七算以上的空间 其实是不多的了 因为中国本身的经济 是偏强的 比起欧美也强的 第二就是说 我们也没有一个减息的 暂时没有这个需要 第三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那个地位 譬如在中东 或者是一带一路 完善的国际使用量 贸易上或者是石油的交易量 那个需求会越来越大 加上日元的因素 我也想说到一句 就是日元 未来4月BOJ的央行贯助界之后 有机会会重提收进货币政策 到时日元也可能是修正完 有机会转强 也会拉高全部的亚太货币 好啊 就是要看回4月份 换了新总裁之后 那个日元的走势 也是一个决定因素 就是人民币那边 那看美国那边 因为美国那边 都公布了2月份的 整体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升幅 连续8个月都有收窄 2月份升6% 升幅是前年9月以来最小 扣除食物和能源的 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按月升幅出乎市场的预期 加快去到0.5% 是5个月以来最大 至于按年的升幅 就连续5个月收窄 看看这些大行怎么看 劝伤负税 就认为通胀在高位那里徘徊 就算考虑到金融的状况 下个星期 美国只会加息4分1 至于美国银行 就预计联储局 今年会再加息3次 直到6月份 去到5.25厘至5.5厘 就会见顶了 不过提到高晨那边 他又重新预测下个星期 美国是不会加息的 直到5月份 才会重新开始加息 看来利率期货 曾经反映下个星期 大概有八成的机会 加息4分1厘 最快6月份就开始掉头减息 不过美元方面 就连续5个交易的都偏远 曾经创了一个月的低位 阿菲萨想问 美国的通胀降温 不过就见到 虽然降温 但仍然很高 加上又出现了 一只谷银行倒闭的事件 你觉得会如何影响 联储局的加息步伐 我看昨晚的数据CPI 起码没有高到 好像早几个月 早一个月 高得很过分 被逼一定要加 这样的情况 只不过是核心那里 0.5按越高 比市场预期少少 其他数据都要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我想现在 擺在面前两个选择 我想对联储局 要是加4分1 要是不移动 现在去到下个星期 都还有好几个交易日 你知道几个交易日之间 你想想上个星期 14、5到今个星期 加州或者纽约的一些地区银行 都可以立即有一些问题发生 所以当然 昨晚情况似乎是稳定一点 但是很难保 未来几天会不会有些新的余震 我想最大的震盪 可能已经是发生了 七级的地震可能发生了 接着都可以有一些余震 可能是五级或者四级 这些余震都可以影响到 央行到央行到市下个星期三 开会最后一 所以我想如果你问现在 他可能都是想不到 都没决定 可能偏要加25点 但如果去到加息那晚 开会那晚的余震 突然间发生了 他可能会立即收手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大部分都在猜 可能最多勉强三月加不加也好 五六月可能加上这三次回议 都是加两次左右 三次定六 下半年就应该是加不到 很多估计可能会减下 所以我会看这个情况 可能短线最多如果是加25点 或者央行出来说我们还会加 对美金可能有一个叫做 叫做超卖后的反弹 就是大家以为它马上要减息 我想央行也不会这么快 马上说要减息 所以我觉得美金其实这几天是超跌了 我想在103附近可能希望 轻微的反弹 但是它发现105、106、103 也很难再升上去 因为下半年再加的空间也不多 OK 好啊 不如看看金那边 看到金价都下跌了 因为受到美国国际的 国际的知识率上升 和获利回吐的影响 纽约期间就终止三年升 现货金仍然站稳在1900美元的水平 现在最新在部1904美元的水平 继续受到市场的担心 爆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原油期货价格连续跌了第二天 曾经跌超过4% 跌到三个几月以来的低位 Fixer想问回 虽然看到昨晚美股也有得升 投资气氛好像也改善了 不过我看到油价这几天 都照样不断地继续跌 短期来说 油价是不是都要审审一些呢 油价在70-80宗的区间 其实走了好几个月 到昨晚前晚 曾经因为美国的金融事件 令我们联想到 美国会不会很快进入衰退呢 衰退又来临 特别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国 经济最坦的国家 所以如果美国有机会跌又衰退的时候 那欧洲也很有机会 全球经济的需求 石油需求又会减少 但如果这几万 又在说这几万 即是银行股的气氛 稳定一些 银行业的气氛稳定一些 而没有说立即会有一个衰退的风险 我想油价有希望 可能要存定在70美元附近 但是假设这些这样的因素 慢慢过了几个月 继续都会再一次发烤 可能是因为加了息 央行再进取 要加多一两次息 或者坚持要加多一两次息 可能最终的经济都要减慢的时候 油价最终要跌穿70美元 纽约油价跌穿70美元 其实是一个有这样的可能 或者再低一点 我想到时如果当跌穿70美元 明显跌穿70美元 或者跌接近60这些区间 我觉得油价就开始会出来做银行 所以我想他们会在60美元附近 会出来做一些所谓铺盆的动作 但是暂时我看穿不穿70 就看看到底美欧的加息有多进取 以及他们的经济衰退 或者经济减弱的速度有多快 好 石油的价格就看着 经济衰退会不会有机会产生 今天多谢FX的分析 《惠史焦点》看到这里 《惠史焦点》看到这里 《惠史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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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每股17元人民币 调高到21元人民币 回购规模也是由最少不够1亿人民币 现在加码到最多2.4亿人民币 公司说是因为一些股价近期变化去调整 请教嘉宾是否真的升得那么强 知否支持到股价的还有得升 请来Casper一起分析 Hello Casper Christopher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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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他说加上回购A股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参考 A股现在股价最高到19.69元人民币 这个价也正正是52周高位 调高到21元人民币 即大约还有6%的水位 是否都反映管理层对股价有信心 觉得可以破位呢 其实你会发觉 看回购指引的时候 之前就说不超过人民币 大概2亿左右 但现在就调整到不超过人民币 大概2.5亿 然后再将回购价格上限由17元 调到21元 意思就是本来我不提高 我现在提高一点 很简单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之前你会发觉 股价去到18元左右就停了 就是因为大家发觉 这个位置没有回购了 但是如果你跌下去的时候 公司资金又会走出来回购 所以就应该落到17元左右 就开始有些支持 但现在公司直接说 可以了去到21元我都会按照 所以你见到A股那边 就直线这样夹 今天升停板的 直接上到差不多20元左右的位置 那你见到港股那边 既然A股那边都是 即是开始你见到走势又强了 那接着那个回购又上了 那不少会有些北向南向的资金 就回转头 可能就会看会不会 买回港股那边呢 那所以都提升了 港股那边的走势 相对地带着我们的A股那边 是有得升 除了撇除这个真的回购因素之外 看回它自己的基本面 因为它月底都会公布业绩 不过说真的 其实它的股价 A股那边 又几乎10月底开始 没有停过升浪 就算带市回 它也没有停过升浪 今天高位计算 如果以这个12元去计算 减回到10月的低位 说累积升幅去到9成8 是否真的反映业绩呢 现在我们看着市场 对于它月底公布业绩的股算是怎样呢 预计2022年可以 顺利的增长 重拾增长的 扭转过去两年的一些 真是顺利要倒退的状况 预计可以多赚2成6 顺利去到超过12亿人民币 另外每股盈利 就大约是0.9元人民币左右 不过说真的 这个顺利12亿人民币 就都未及到2020年 去到15亿人民币的状况 Casper 你看这一阵股价 由10月底开始这样升上来 是否真的反映业绩 如果真的业绩出来之后 股价现在真的反映了多少呢 我想其实股价 现在还有一段比较长的 不要说它很特别贵 因为股价方面 就不是特别贵的 但是你业绩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说现在整个 譬如说地产行业 开始有些改善 地产行业一旦有改善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是整体的 譬如家电销售 再加上譬如其他家司 相关的这些东西 其实整个周边的行业 都会开始有些提振 所以你会发觉 开始大家会觉得 地产都好一点的时候 你会开始动回家电股 所以业绩复苏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 再加上就是 其实本身公司的盈利 都相对比较稳定 其实现在预计2022年PE 都是11倍 所以这样说 它虽然利用率不是特别高 但是只要11倍 12倍左右这些PE 其实你要走上 可能是多两三成的水位 其实就不是太难的 所以去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对这间公司来说 虽然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因为回购的提振 再加上其实本身 股值方面向上 都仍然有些水位 所以市仍然是有条件 再夹上去 再和我们刚才说的论点 在A股那边 你见到这样升停板上去的时候 应该会有些难享资金 下来去买港股 看着几项因素 第一就是衷敬着股值 继续修复 第二来就看着北水 是否继续可以支撑到 不过又比较同业 虽然你也提到 你就说它在整个需求上 大家在看着 内房气氛好转一些 去到下一步 是不是买回家电呢 但其余家电股的表现 其实又不是这样的状况 虽然你刚才提到 预测市盈率 其实它不算很贵 可以自家更贵 去到14倍 不过说真的 海信家电过去两个月的股价 其实都仍有得升 即在大市回的时候 它仍可以逆市升到7% 相比起另外可以自家 还有JS万球升回 两只在过去两个月的股价跌幅 分别介乎1成2至2成8% Casper 你看说它什么事 为什么可以 零零射射自己 逆市升 还可以有得升 再加上比如6690 这个可以自家 其实它们的股价 都是14、5倍PE左右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这样说 的确就是海信方面 它那个股价 那么多间里面是相对比较低的 亦都可能就是 今次为什么管理层 会突然间拨取出来 做回购的一个原因 所以综合这些原因 我会觉得 都仍然有些水位会上去的 那毕竟其实股价真的有跌低 但是如果你说只剩下那份业绩的话 我会期望就是 它的业绩应该要在利润率上面 再有些改善 因为其实几家公司去看的话 你就会发觉 那海信 那现在大概就是 2020年去看 就只有3.5.8%的一个剩利润率 我之后就看到譬如3.4% 但是如果看回譬如说 这个可以自家这些 其实一直都是5.6% 那毛利率的表现是好一点的 所以利润率相对方面 我想要再进步多一些 估值才会再有向上推高的一些空间 下一个冲景要看着业绩 有没有惊喜 那我直接再问股价情况 你刚刚也提到 受着这个加码回购A股之余 会不会冲景都带动到北水 去买港股的这只海信家电 对于这个股价 你看说真的 未来的水位还有多少 我想其实很简单 我们用今天低位做支持 大概11元左右 接着我们再将目标价 推上去之前的比较高的位置 大概2020年的高位 就曾经见过13.8 14元那些 最高那些其实都看过 就是历史最高点 17.16元 所以现在暂时短暂去看的话 我想14元 就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其实只剩下2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升到那些位置的时候 我想你接下个PE 12、3倍左右 也仍然是有空间的 先看着14元这个目标 今天最高到12元这些位置 最新仍然升到9% 谢谢Casper分析 我们下期再见 一致财经消息 内地主要经济指标复苏 头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领受总盖 按年增长3.5% 符合市场预期 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升5.5% 好过预期 不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上升2.4% 升幅就小过预期 单级2月 零售按月微跌 但工业升0.12% 固定资产投资升0.72% 头两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 按年跌5.7% 新楼销售额近乎持平 房屋新开工面积升8% 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 升0.1个百分点到百分之5.6% 当中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 升0.8个百分点到百分之18.1% 国家统计局表示 经济循环加快畅通 整体期运回升 但基础并不牢固 因为需求不足问题仍然明显 而且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香港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 内地又恢复审批各类附华签证 国泰航空对客运复苏非常乐观 有信心今年可以扭规为盈 财经消息到这里 多谢收看 节目时间 我们跟进一下港股 去到临近中午的表现 今早就高可275点之后 升幅扩大至接近500点 曾经升过497点 高位见到19745点 不过最新升幅又再收窄 几分钟之前 又要再下次日中的低位 亦都是在开市价附近 曾经升幅收窄到272点 最新仍然升幅不够300点 升近298点 就在19545点 各项分类指数当中 公用指数要转跌 兼且看一些重磅科技股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 升幅亦有所收窄 至于总成家方面 五百六十七亿多 看看资金流程 北水看看取态 来自上海和深圳 都是分化一些 来自上海有得静买 不过来自深圳那边 就要静估出超过2亿 合计地减买 就买入超过12亿 看看内地股市 去到刚刚11点半中 亦是中午收了市 今早就公布了一些 内地的重要一点的经济数据 三项的一些 譬如说工业、消费、城镇固头 表现都是参差一点的 看着四大指数 高开之后走势分化一点 上证指数都还可以保持到 升到21点 还在3267点 其余三大指数 升幅也有所收窄 护心300指数升14点 深圳的护心创业板指数 和深圳城指 曾经升过1%之后 升幅收窄 创业板指数到刚刚中午半日 来计就升到5点 请了嘉宾出去 一起谈谈整个大使 有Peter在这里 HelloPeter HelloCrystal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现在我们恒指 继续在一百天线流上增词 今天升上去 但是你看这个位置 稳不稳定 能否保持到 初步看暂时不是很稳定 因为始终 看到 刚才提及了 升幅有点缓和 我觉得 还有资金 你见到 成家服务方面 亦都是一样 我觉得始终 下周的联储局有个议息 最新的SVB这个事件 其实对它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市场现在中雪昏雲 虽然普遍可能估计 未必会暂缓加息 但是那个加息幅度 应该都不会大 最多都是四分一来 但是由这个 美国的 对于 银行体系 或者金融系统 现在 虽然有关当局 是紧急救市 亦都出了不少的措施 但是市场的信心是怎么样 目前 其实仍然 我觉得都有一些变数 如果是这样 会不会市场 仍然要观望一点 而这个观望情绪 可能要去到下个星期 才能够解决 对于港股提振作用 是否有限 是否这个意思 你可以这么说 它这个事件影响 就是覆盖都挺大 还有影响力相当比较深 变了你说其他的 就是我们现在 譬如刚刚两会开完 有些政策面的因素也好 还有现在陆续每日都有大量的 这个业绩的公布 这些相对比它是淡化了 或者贪薄了少少 就是说大家的目光仍然 牵挂着在外围 特别是美国那边的 那个形势的发展 那恒指给了个目标 现在要怎么做好呢 是的 的确现在就一百天线那里 的挣扎 如果不是说站得很稳的话 或者量为比现在低少少 比如一万九千二 一万九千三都不出奇 但是如果假设外围 那里都不是说真的 有些很差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短期 你说穿一万九 应该未必会发生 或者在那里附近 会有较大的较强的支持力 我们现在暂时放手 位置放在万九的整数大关 之后再看一百天线的 大约是所在 一万九千三的水平去增强 最新的恒指升幅 仍然不够三百点 升至二百八十九点 板块上又和Peter跟着 A股方面 今天升的板块当中 有些子业股 我们可以看一下 A股半日子业股的表现 看到岳阳林子都升到超过百分之一 太阳子业更加可以升到超过百分之三 恒风子业升幅更加显著 添和百分之百 旺外进漲 看我们港股子业股又跟不跟到 普遍都可以跟随大市有得升 九子可以升到超过百分之二 神明子业、阳光子业同样的股价都做好 李文造纸就弱点 亦是要跌一先 做在三个三毫升 消息面上都可以和大家跟随 因为事关现在巨报就说 内地多间的造纸厂都加价 根据央视报道 就说每吨加价幅度 介乎一百至二百元人民币不等 部分的子种甚至就是每吨要加一千元人民币 报道和都讲到一些详情出来 包括引述了山东一间纸厂的负责人 就说下游需求恢复都不错 成品纸只要生产到 就有客户去抢救 所以这些负存水平都是相对偏低 也都是有些统计就说 二月份多种成品纸超量大增 部分的纸按月可以升到超过两倍 白板子、双板子这些按月都可以升到成九成 现在看回似乎三月好像都是这些传统旺季 Peter你看看子业股跟不跟得过 子业股那里其实暂时来说 我觉得都大致上可能消化了这类的消息 因为始终由去年的年底那里 内地自从大规模的复工复偿那里 你见到其实子业股普遍的走势 当时都相当凌厉 某程度上也都反映了 就说现在对它的需求 包括对它的价格的带动等等的因素 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 就除非你说那个加价的幅度 是直接超出市场的预期 有比较大的惊喜 如果不是的话 当然利好的 你说它的那个加价 但是市场一方面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 所谓的预测或者准备 另外也都关注它本身的原材料价格的问题 就是说子品卡价 但是譬如你成本也都上升的话 未必意味着你所有的利润 都会有一个同步的一个增长在那里 Peter你提到这个成本价格 是我们都想再跟进一下 因为其实它的成本主要就是木章来的 那木章价格如果我们看回 譬如说针业木章 其实去年第三季曾经就升到去每吨7500元 近期就下跌一些去7000元左右 你看这个成本问题 是不是未来要持续担心呢 怕不怕再去到之前这么高位置 是的 我觉得市场现在对那个成本 还是不是很放心 就是好像刚才所说 就是产品虽然是加价 但是成本那里 未必暂时未必是受控的 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 就是说成本那里 最好当然最理想是回落 但是如果不回落 起码是稳定的话 应该说对它的形势就会较为有利 但是你提到就在成本方面要担心 另外影响子股其实还有一个因素 可以看人民币 没错 但人民币升 理论上对子业股就有利 最近人民币就开始趁着美金回的时候 就有些反攻 现在离岸人民币就去到大约6.88左右这些水平 这个因素你怎么判断呢 当然他们因为很多的融资是借外债 就有点像航空股在这个情况 不过就当然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就是汇兑的一个在财务报表上 就不是一个现金流的项目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如果是有比较显著的升值的话 对它是较为有利的 当然这里又牵连着 美国的所谓加息的预期到底是怎样 就是刚才我们提及过外围的问题 好 如果是真的简 还是我们整版是不宜尖守住呢 既然你刚刚都看到 还有成本要忧虑之后 我觉得就目前来讲 都是先观望着 就看看有些因素如何演变下去 好 版面上头三席子业股 仍然升到百分之一至三 利民造子继续偏远 这节和Peter聊了这么多 稍后回答一下观众问题 继续偏远 接着 回答 字幕時 港股繼續升二百多點 和大家跟進一下港股最新的情況 港股裡面看看排頭位的系值騰訊 早段曾經都見過350元流上的水平 最新是升幅收窄度不足1% 報344.6 第二位是刑賦基金 升到2毫 阿里巴巴方面 昨天欠手80元這些水平 今天都可以反彈2%以外 報在81.7 美團升幅不足1% 報126.5 南方汉森科技 科子也升到2% 第六位的友邦反覆向下 和跌1%以外 又再落80元流下的水平 跌1個月 報79.5 至於港交所方面 南走升到3%以外 報332.4 百度集團 明天他們旗下的AI聊天機械人都會發布 發布之前 都可以升到4% 報134.9 建行都有份上榜牌第9位 1%國外的進漲 暫時報在5元的正數位置 恆生中國企業 跟著國子就升超過百分之一 其他藍籌股都要看一看 跟著就是匯控 見到今天都可以反彈到埋近2% 最新就報在54.7 高位都見過55元流上 至於中移動方面 靠穩的格局 升到3毫子 現價佈在64元 煤氣方面 今天就回一點 跌3先 佈是7.13 後市的情況 我們這次嘉賓 繼續有Peter在 和大家看著市場 你好Peter 你好Catrina 大家好 Peter 見到有家庭觀眾 都打電話進來 有問題想問你 第一位家庭觀眾 有梁小姐在 你好梁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問388元 我又想倒轉問 我有一個人想買 我自己在那裡 剛剛 加上335元 說市場 想不想找他 他才定時 第二次再買呢 說他就買市場 好 好 麻煩我聽聽電話 好啊 梁小姐就想問港交所 是 看港交所 最近大行都有些提法 譬如說 大摩方面 最近調高了他目標價 不知Peter 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我覺得這樣說呢 短線來看 未必說有很大的催化劑 較早前也出了業績 沒有什麼特別 還有港交所 一般來說 首先是大市的成交 另外一個就是IPO市場 一級市場的集資 那兩樣因素暫時 亦都是似乎就普普通通 沒有什麼好新的一些的消息 那我就覺得如果你說想買的話呢 亦都不需要說很心急 就是現在今天反彈了一些 就是都上回330元 那如果沒有貨 就不妨譬如等320 或者320留下 這樣才再考慮 那我見到港交所呢 今天都可以升回3%國外的 最新就佈是332.6 那近來呢 大摩都調高了它目標價 看到去$253元 但是都要關注 它說減遲的評級 因為都關注地緣政治不明朗的因素 都要留意這個風險情況 那我們幫完家庭觀眾聽電話 那訊息方面都要解答一下問題 都收到蘇太 就想問車股給壓迪 那他說76元買了一隻給壓迪 那前景是怎樣 可不可以繼續拿著呢 如果76元呢 都拿了一段時間 是的 現在都賺了一個Double 是的 那這位朋友相當有眼光 那很明顯這個是有大幅的一個利潤在這裏 那其實我就覺得不妨就繼續拿 因為就當然 你說我賺了幾倍 那個利潤相當深或者回報很理想 但是我覺得就始終電動車來講 比壓迪都是龍頭股最大隻 亦都是那個產業鏈各方面最成熟的都是他 就不妨起碼 如果就算你說短線的看 就譬如回到200元以上 我覺得這個都沒有什麼難度 那不知是否這位家庭觀眾呢 可能都留意到 近來大家對車股的前景看法都比較淡 又擔心需求的情況 又擔心這個減價戰 即是不知是否都擔心 那個股份那個行動的動力不夠強呢 當然了 那個減價戰的因素 我覺得都絕對有影響 就是無論對比壓迪 或者所有的車股 但是就始終暫時 未去到一個 我想所謂災難性的一個階段 因為我覺得營銷的策略 互相有時會有競爭 這個很正常的 或者有時用這個價錢 作為一個其中一個工具 但是你說譬如說 我寧願是蝕或者壯士斷臂 這個情況就不同 但是目前來說 我想還是一個叫良性的 一個競爭的環境來的 Peter 看這個減價戰 都是一個良性競爭的一個情況 看回今天的車股都普遍反彈 版面上這隻比壓迪 早短都曾經升到200元樓上 現在升少了 突然升1%過外 現價197.80升2.1 我們解答完家庭觀眾的問題 版塊都要跟下 今天航運股做得不錯 看著波羅的海鋼散貨指數 就連升18天 升了歪近兩倍 當中看到太平洋航運 就做這個鋼散貨航運 股價都升到6%以外 一部是3.5號3 其他較硬性的 還有就是東方海外國際 都升到8%過外 問一下Peter 盛渣貨航運股前景你怎樣看 是的 BDI指數那裏的確 近來都相當厲害 但也有些說法 這裏背後有些所謂投機 有些可能是一些大戶等等 未必跟航運的那個運費 或者那個基本面是直接相關 這裏要留意一下 當然如果對BDI那裏 穩金度較高 可能就是太平洋航運了 是的 見到一些航運股 例如昨天來講 市要向下 航運股好像都受不到 乾散貨指數的支持 都是要跟著市跌 見到航運股方面 今天來講大致反彈 中紀海能都升到 壓近半成 暴起8.87 海風國際都有4% 左近的進漲 暴起17.16 太平洋航運剛剛都說到 南升到6%過外 中紀海洪升7% 多謝焦點股份 見到1310香港歡頻 有傳私募基金 泰宏就會參與競投 這一宗消息 Peter你怎樣看 當然如果多機構投資者參與的話 對它的股價肯定是有一定的作用 現在當然就要看一下 譬如股值那裏到底有多高 但一般來說如果你說 譬如說有幾間不同的私募基金 或者一些機構投資者的競投 相信對它的股值是正面的 是較為有利的 見到香港歡頻 見到最新都可以去到4%過外的一個進漲 升至2.6元 現價暴在5.8.7元 今天來說都修復了十天線的位置 不過高位都見過6元流上 最新就略為升少了 落到6元以下的水平 不過都升至4%左右 再看看港股最新的情況如何 港股早段升了 押近500點之後 升少了 最新升242點 暴在19490點 分類指數中 公用指數今日要回落 下跌100點過外 其餘指數大致都向上升 成價方面602億多 這次謝謝Peter和大家的分析 休息一會 音樂 我們昨天創了今年的低位後 今天又可以跟外圍反彈 朝著高興200點之後 升幅很快的擴大 曾經一度可以升近500點 當時高位上去19745點 而且升的股份也有不少 像昨天跌得急的金融類股份 匯控渣打也有得好 當然重點是說科技股 AI概念股百度升得相當好 百度明天就會公佈他們的民心一言 到底做成怎樣 市場似乎預熱炒定 科技股普遍都做好 不過有邦最後半天都站不穩 也要跌穿80元 待會報告匯約港股 藍籌會時 再和大家看一看 分項指數方面 除了公佣指數 跌其餘多得升 總成加602億多 看看北水 最近港股跌市 升市 北水也有保持買港股 昨天錄得淨流入49億多 看一看今天半天 暫時的情況又怎樣 有沒有錄得淨流入 看到有14億 只買了港股 深圳那邊錄得淨流出 報告活躍港股 中午收市表現 騰訊 盈富基金 升到百分之一 你升2% 美團 升到1.4% 南方人新科技 跟科技ETF 升2% 數6至10位 其他股份做成怎樣 有邦剛才提到 又再失手80元的關口 今天早段曾經回穩 站在81樓上 暫時半日報是79.65 港交所升11.4 這隻金融股算是今天反彈力度相對比較好 百度升4% 建行升1.8% 恆生中國企業跟國企業的ETF 升1.4% 看上去其他主要藍籌股 匯控彈力度如何 2%升幅 另外中移動向好 港加速向好 另外煤氣昨天有一些資金拍入公共股的避險 今天先回一回 跌3個 上午視訪有嘉賓王榮坤在旁邊一起聊 James早安 Hello Francis 跟你說一說今天市場有甚麼焦點 除了剛才跟大家說到大市可以反彈 彈近500點 也有甚麼股份升得好 剛才報活也提過了 金融股 科技股 普遍都做得好 帶動市場升得好一點 不過半天的升幅都縮得到200多點 重點是加上10時內地公佈了三行馬車 2月份的消費零售可以錄得回升 而且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先問James 第一 今天市場似乎跟回外圍氣氛好一點 加上內地經濟的數據都反映復甦是持續的 今天這個反彈的力度算不算還是差一點 還是怎樣 因為曾經都彈過500點 近500點 但是半天都升幅收窄了不少 其實都是跟回外圍 你看回美股昨天都是高開之後高走 然後就開始慢慢對下來 當然美股對下來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美國和俄羅斯之間有一些爭執 第二個就是見到有兩間的評級機構 第一個是將六間的地區性的美國銀行去調低它的信用評級 第二個就是將全部的美國的銀行板塊去將信用觀察放進去負面 這兩個因素就令到美股昨天其實原本都是彈得挺多的 但是就是慢慢收市之後 Dernest是一個可以是高過美國那邊的擠提風暴之前的一個位置去收 我想這個都代表著市場對美國那邊的地區性銀行的風險 還未完全去放心 我們看到有一些好的跡象 就是如果你看回大行的CDS 和去看大行的股價 其實在星期五和星期二都是有一個站得挺穩的一個態勢在這裏 另外就是看到那些人不是完全對整個金融系統喪失信心的 你不是說只是見到金價有升或者見到比特幣有升 其實那些人會將一些在地區性銀行裡面的存款 就放進去一些大型銀行之中 包括了JP Morgan Chase 包括了 Bank of America 包括了City 其實在過去這幾天之中見到的存款的流入是高過平時很多的 JP Morgan一家的商業銀行那邊已經見到幾十億美元的存款流入 那就是代表著那些人其實對金融體系都是有信心的 只不過就不太相信小型和中型的銀行 同時間另外我們見到一個稍微好一點的跡象 就是有一個指標是代表著市場間怎樣看美國的金融體系風險 這個指標就是FRA和OIS之間的spread之間的差價 這個差價在擠堤風暴之前只是3個位數而已 一去到擠堤風暴最高峰的時候已經曾經穿過60 但是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都保持著回少少 到現在又回到50樓下的了 那這件事我想都是代表著FRA是有一個很快速的 和財政部一起的一個反應 就是舊市扔了250億美元出來 去給所有的存戶拿回他們的存款 但是另外一樣東西就是我們覺得風險還未完全消散 瑞信的CDS現在是高過08年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用它絕對值去計算的話 現在市場是覺得瑞信它最後是搞不定 Insolvent這個機會率其實是高過08年金融風暴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到風險解決了一部份 但是另外剩下的那部份究竟誰吃呢 我想FRA已經拍了頭吃了一部份 剩下的那些它最好的一個做法 其實就是不要再加息了 就是令到全民去幫這些中小型的銀行的風險去埋單 而給出來的代價就可能要捱貴通脹 再捱多一點時間 所以如果用這個假設去trade 或者是再加上我們預計這個中小型銀行的擠提風波 是可以控制呢 其實未來一段時間 我們覺得風險取向會好一點 但是暫時就未見到 那港股今天都是照美股昨晚的走勢 開了之後高走 接著就慢慢又對回來 這個都是代表著信心不是很強 但是我們見到如果你用這一段時間 和港股相關性都很高的 人民幣對美金的匯價去看 我們見到人仔其實在七算以下都幾多下的 對上那次穿七算 快要穿七算的時候 其實恆生指數就是19,88點的 那今日差點未碰到那裏又回落去 我們覺得其實如果人仔可以守得穩的話 尤其現在我們見到美國那邊加息的月期 不是那麼強了 就是代表中美兩地的息差 未必有之前所想的那麼誇張的時候 其實恆生指數應該又不會差到它的經度 好 那就大致和James你講到這裏 因為今天都有焦點板塊 AI相關股還未跟你跟 爭取時間加上看看半天當時有板塊 剛才提到百度半天都升到近半成 為何說AI戰又再度預熱 第一 OpenAI方面發佈了新的人工智能對話工具 現在說可以輸入文字和圖像 令你的工具更加快地生產到內容回應 還說事實的準確度 就較上一個版本提高四成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這陣子有玩過 檢查GPT 玩一下都會發現 雖然答到你很多問題 但真的要確認 他答你的答案不一定是對的 有個別是對有個別是錯的 他現在就說準成度又再提高了 這是第一點 百度還有說了很久的民心一言 明天就會開發佈會 到底是怎樣呢 明天見真章 因為大家等了那麼久 之前大家市場炒的又炒得對不對 明天就會知道 另外雙湯也發佈了一個新的AI工具 叫書新2.5 不過可能比較難理解 因為公佈的名字叫做一種 多無態 多任務通用大規模的工具 用來做什麼呢 圖文跨模態開放任務處理能力 包括為自動駕駛 機械人提供感知 或者理解能力 但聽不明白都不要緊 因為本身AI都相對上比較複雜 難一點理解 但最重要是市場又炒一些AI概念股 其實說真的 今天連雙湯也有2%進場 James 問一下你 今天這個板費又再炒起預熱 覺得這次可以炒多少 還是可以拼一注 補一步就走了 炒完再走多一轉 因為我們覺得 TradGBT這些Generative AI 即是一些生成性的一些人工智能 其實要訓練的時間 或者訓練他們的時間 以及金錢的成本是很高的 要去到終端運用的時候看三樣東西 一個是算力 一個是算法 另外一個就是資料庫 如果你用資料庫去比較的時候 我們一定知道是英文那邊的文獻 或者是相關和文生相關的資料是多很多 中文這一邊的資料庫 可能本身的尺寸是不夠大的 如果用兩種不同的資料庫去訓練的話 我們偏向於覺得 TradGBT這一種 或者是POE這一種 他們的資料庫夠多 給出來的答案是比較多人去喜歡的 你剛才都說了 準確度其實都未必是他們AI的一個準成度的策略 他們只是去用一個多人喜歡 或者多人不喜歡去做一個評判 給什麼答案的一個標準 所以其實train一轉 我們出來 我們覺得成本差不多是幾億至十億美金之間 還有資料庫又不是最update 你去到終端運用的時候 始終是有點落差的 現在這一段時間我們去看 反而去看這個 不是一定要掘到一些金出來 反而是賣一些掘金工具那些 應該是受惠的 包括一些算力 或者是和算力相關的 一些顯卡的公司 我們反而是受惠的 例如說百度 或者是雙湯 這些已經號稱可以將這些 生成性的這些人工智能 拿來做終端運用的 我們覺得始終可能的時機還未到 明白了 剛才你給了一個很重要的貼士 就是這些AI概念股 真是炒多一轉 短炒 見到有獲利就先走一走 這個就是部主 今天的芯片股都升得不錯 中芯國際2%升幅超過一個月高位 好了 James 請問你剛才講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你 這次談到這麼多